自然來到洛杉磯你有沒有感覺還適應這邊的感情嗎 因為我在這邊也其實每年都有來這邊做訓練 所以還蠻適應的 但是回到NDA有沒有什麼新的感受 再次回到NDA有沒有什麼新的感受 不一樣嘛感覺不一樣嘛 離開四年回來以後很熟悉 但有些又很陌生 但畢竟在之前也打了好幾年 應該很快就能適應上沒什麼問題 那這段時間跟隊友們一起訓練 感覺就是和Lakers的隊友們現在配合得怎麼樣 我們還沒有說完全陣入到一個配合狀態 但如果來了那兩禮拜 大家就相互認識了解一下 這個季節就設定自己有什麼樣的目標 我想來這裡就是為了幫助洛杉磯比賽吧 我們希望贏更多比賽 從07年剛進到聯盟裡到現在 最近在京島聯盟裡心態有什麼改變 畢竟經歷了還是有好幾年了嘛 做比賽 亞洲比賽 國內比賽 世界比賽 自己都經歷過 從做球員不然怎麼樣經歷比賽以後 自己從心態上 從經驗上還是一種累積 雖然你說跟其他隊員還沒有親過 對於他們的打法跟他們個人的狀況 你都很熟悉嗎 我見過耶 我跟他們一起做些簡單的訓練 也練了兩禮拜了 你說還沒有說太深入了 因為這些都需要通過比賽 來去慢慢去累積相互的一些默契 對他們特點其實大家相互都其實有一定的基礎 這個冠軍隊打的會不會有壓力 壓力當然有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球隊的意義 也知道這個球隊所有的球迷對我們球隊的期待 當然我們也是 背著這些壓力來去想辦法轉回動力 希望能夠贏得更多比賽 能夠打謝這些球迷了 對南加州華人這邊的球迷的歡迎程度有沒有感受到 感受到 因為還沒來之前都已經有經常碰到很多華人 他們都很喜歡籃球 有沒有球迷去歡迎你一起吃飯 或者參加一些活動的事情 還沒有剛來 對 您覺得胡人隊跟您之前打球隊的手不一樣嗎 每個球隊都不一樣 那麼現在胡人隊來說 最不一樣的話可能這個球隊的過去的歷史不一樣 我還會比較 應該說活動範圍大一點 你外外 利用自己優勢 利用自己的特點 怎麼去融入球隊打法 我想問一下姚明剛剛也入選民人討 他的這種成功對您來說是一種 是一種榜樣嘛 一種學習榜樣 不管是我還是所有中國年輕球員 都是 我們都以他的成功為一種榜樣 他的一種精神 他所給我們帶來的一些財富吧 我們都需要好好學習 來洛杉磯你有沒有去這邊的中國城吃過飯啊 有沒有中國城 有 經常去 經常去 覺得味道怎麼樣 合口味嗎 當然合口味 呵呵呵 你說現在這個球隊的戰季有什麼期待嗎 我們希望 當然 應該說這兩年可能戰季都不是說特別好 當然也是一個球隊面對一個轉變的過程吧 比較現實 因為球隊要退役以後 我們球隊要重新 踏入一個新的旅程 所以 在這個新的旅程上 我們要 一步一步往上走 要全力以赴 爭取多應的比賽 我們 希望第一步是瞄準季後賽 我們怎麼去 想辦法空白的時間裡面 進入季後賽 謝謝 謝謝